华晨宇穿睡衣币N次演唱我! 给张天上了一课 歌手2018突围赛已经结束,下周五将是最后一期的歌王事业,华晨宇、李全、腾戈尔、霍尊获得本场比赛的前四名成功突围 李盛杰虽然获得了本场的最后一名没有晋级,但是一手说散就散还是很感人的,尤其是看了前任三个朋友更加的会有画面感 本期华晨宇获得了第一名,他选择的歌曲是张国荣的经典作品《我》,这首歌近些年被多名歌手翻唱过 其中华晨宇是众多翻唱者中非常突出的一位,早在2013年华晨宇参加快乐男生时就曾演唱过此曲 可以说华晨宇因为这首歌一战成名,一路过关战将过得了冠军 华晨宇演唱之前张韶涵介绍道,这首歌是华晨宇每次演唱会时的最后一首歌 华晨宇出道五年演唱过太多太多次我,只见华晨宇一身睡袍 华晨宇一身体轻松地走到舞台中央,没有华丽的编曲开口就是唱 这首歌华晨宇基本上是用原版的编曲在演唱没有进行太大的改动 这和他以往的演唱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之前的几期节目中无论是下行僧还是平凡之路 华晨宇都进行了非常非常大的改动,将他们赋予了浓烈的个人风格 有网友评论说华晨宇演唱时满满的都是张国荣年轻时的影子 无论是造型演唱风格还是一首拿话筒 一首插兜的动作都和张国荣太相似了 华晨宇的这首歌虽然没有什么改动也没有绚烂的灯光 但这首歌却是他参加歌手2018以来最用心演唱的一首歌 有网友直言,给张天上了一课 华晨宇的演唱也让很多网友很自然的拿来与张天的版本进行比较 在此前张天曾在歌手2018中演唱过我 而他的版本和华晨宇的有着非常大的不同 张天将我进行了面目全非的改编 是爵士和白脑会风格的结合版 可以看出张天对这首歌非常用心 但比较遗憾的是观众却不太买账 当时观众的现场反应十分冷 但甚至有些诡异 我们都知道歌手的现场观众是非常热情的 他们的眼泪似乎总是抑制不住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观众类流满面的画面 而张天的演唱观众全程都是麻木的 只有他一个人在忘情地演唱 不仅仅是观众不买账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山河老师在张天演唱时 眉头紧皱一直在摇头 作为一名专业的音乐人 他的这个表情足以说明一切 那一期是华晨宇补位的第一期 在张天演唱过后华晨宇也是一脸茫然 对于这首歌他有很深的感情 相信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形容张天的演唱 其实张天一直在很努力地进行各种尝试 这一次或许华晨宇可以给他好好上一课 有时候安安静静地演唱也是很不错的 欢迎订阅下来 谢谢观看